大家好,欢迎来到香港社会设计的江沙卿前座会议题 今天和我讲排水物理 好,现在开始上课 排水工程 大家可以参考这个视频 金堂这个就是排水单位、排水管、应冲水等 我们现在讲排水单位 水管流水最基本都是流速 流速通常是每米每秒 一般的排水管流速是0.6mps 即是横管 直管就不要讲 直管就是地心吸力 流量呢 流量呢 当然流量都是很多种的 但最常用就是升秒 Liter per second 当然你可以去到 每个小时 每个小时 这样计算的 但常用就是Liter per second 例如你现在的升盘 排水量是0.25mps Buff tub 浴缸 就是Liter per second 排水量 我们有了排水量 我们这边有个纳管 比如我们这个企身管 即是纳管 它排水最大设计排水能力 Liter per second 就是3.2mps 一条14寸的纳管 即是直筒 可以给到3个浴缸用 3 它是1Liter per second 通常如果我们流量 我们还可以算是CFM CFM就是和冷气的CFM一样 Cubic feet per minute 放车每分钟 或者GPM GPM通常香港都不会用 在美国的地方都会用 几多加轮每一分 GPM 我们有时候有些排水设计 会用当量 一个排水当量 等于一个升盘的排水 即是0.33L per second 我们有一个Liter per second 英文叫做Fixure Unit 到时一条纳管有几多个Fixure Unit 一条纳管有10个排水当量 你看到它3.2L per second 除回0.33L 即是10个排水当量 这边这个表有一个当量 有几多当量 你就可以计算到一条纳管 它可以给多少个浴缸 多少洗手盘 多少座次用 可以计算到几个 通常这些都是很大工程 会用的 比如这些宿舍 酒店才会用到 要计算这些 我们一般的装修都不会计算到 那么多排水量去计算的 只有G字 排水管 一般排水管 一般排水管就是白胶壕 UPVC 硬质序穴器管 一般叫UPVC 一般如果地盘叫做膠筒 就叫做膠筒 一般如果更普遍就是白胶壕 但一般地盘叫做膠筒 它用那些摺着剂 即是那些膠水 这样黏的 安装很方便的 鞠各方面都很方便 如果它可以做它之后 如果你想拆开它 用那些射灯 即是噴Gas的射灯 将它加热 噴回去等它热溶了 它可以拆开 灌装石油器 噴槍 红筒 红筒大概在80年代初期 开始有 通常最初发明的法国 最初是政府留意用的 因为它比较贵的 后来越来越普遍 但到目前来说 都是少贵 通常加拿大那些贵些 不过大陆都有红筒出的 所以一般用大陆红筒 你看有一个不熟港Wing 修罗斯固着它 拆装都很方便 就是宋罗斯就可以了 比你白胶筒更方便 拆红筒 其实它都是生铁来的 就是铸铁 不过它红色那些是伊波斯拼 就是那些伊波斯拼 就是内裤式 内外都油了 铸铁管 大家都熟悉 一些旧楼 现在都可以看到铸铁管 就是生铁管 屁红皮 那这些膚肚要用黑鉗 就是要用黑鉗 加热的 但是通常不会用黑鉗 还用英泥 油肺 混混坑 那样 搏 因为它这些油 容易腐蜀 那些会有生售 现在都不会用,因为很重,想插回去也很难 没有红筒那麽方便 CAS&P,Ci,如果是投资商是CiP 原水后排水用去水就少些 以前都上几,但现在已经几乎没有 通常那些幼身五十以下,即二寸以下 以前都很流行用完水喉,即是杜申铁管 即是以前的食水管,用来做排水 但现在当然没有被白鸠喉取代 以前很久的图字都写GiP,Ci CiP,CiP,CiP,CiP 咸铁通常这些,当然它有一定的斜度 通常你如果四寸喉 一比一百的斜度 这些可能一比五十,这些二寸喉 就是最大的充满度 即是五十百分钟 你懂得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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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不用怎样去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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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 他最初出的时候要用手拍一拍他,养一养,他自己冲水 现在先进点,你不用用手养,你坐在他,他感应了你坐在那里 你起身,大约几秒钟,五秒钟,他自己会冲水的,你起身 这样,红外星感应,他那个冲水,他给了一个色录,里面有一个摩托 那个摩托就是帮你转,帮他搞里面那个染,这块拍,帮你冲水 所以除了这个感应器,里面有个摩托 有个摩托,他感应到之后,他会懂得拉高那块拍 里面的琴渠拍,我们叫做,很快拍,拉高那块拍,会冲水 你知道你去水这些件,常见到四五种,有些是按下去的 那他又有一种摩托,电机这样帮你按下去,让它冲水 通常都拉和按两种而已,变成有感应,然后就要加个摩托 有些这样,有些这些感应器旧款,现在还有,就是入电芯 有些,电机通常都拼回那个220,然后有个火牛 转回去直流电12V,通常都要拼220,拼插素的了 另外有一种就是小便斗,小便斗的操作有些不同的 实际上有一个电包里面,我们叫电包即是电阀门 即是自动开山,用电开山这样的,感应到之后呢 即是你走过去,你走开,他感应到之后,他自己会开电包 开电包,他就冲水下来,大概冲几分钟,他自己删回 跟这个马通水箱的原理又不一样,电包即是自动开山这样的 他里面有个电包里面的,即是电动的佛门,即是电动的水后债 当然是咸水的,留意香港蓝水的,外国的那些套件是被淡水用的 所以你留意,你不要买到淡水的那些,他不耐腹式的 我说四种留意的排水方式,通常我们一般人住家都是用这种外墙 我们下个街,担高头都会见到这些外墙,有这样的白皎喉 然后这个卫生间,这个浴室,新一些,新一些喉管出来 比如地台汽水,洗水盘,这个马桶,这样就布局 通账在住宅区,现在大部分都是用这些布局 这个布局有点不同,这个外墙排水,它有两条直立管的,四寸直立管的 这些叫分流,二批系统,你已经去厕所,马桶都流过这条喉 这些是污水泉,这些洗手盘,地台池水,浴缸,这些 分流,这些叫分流式,一般是少些的,香港就少些分流 通常都是一条搞定的,一条污水泉,所有污水,马桶水,洗澡水,洗手水 都要进入一条,一批系统,二批系统就是分流 就是污水和废水两个分开的,因为它分开处理 另外叫隔层排水,通常不能全部都在外墙,通过楼板都在下面 很多公屋,甚至很多以前的旧楼都是用这个方法的 捕捕到下面的墙,这条直观这样,就排水了 当然这个污水,无处大家知道,有些流水有什么事 滴到下面的层,那个住户那里,用户那里 要收你,也要走到下面的层,用户那里 所以这些现在属于垂体,不过旧楼还有很多是这样的 大部分是这样的,如果旧楼那里 有见及似现在的新楼的做法比较豪渣 水管在那层那里,不会走到下一层那里 做完在同一层那里,在卫生间的下面 然后说盖一些轻食屎这样,升高地台这样 变成要维修,流水都不会流到下面了 这里做完防水,因为流水都不会影响下面的 如果要收你,就做开轻食屎这样,去收你这样 这个就不会影响下面了 升筋笋笋笋笋,低了一层,填高它这样 另外一种就是内场排水,内场排水 但是如何上次你就知它都不会用这个适合 电梯笋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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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笋 做过枕头嘛,有很多啦,做过枕头嘛,遮住了 另外一种就是混合了这四种 现在很多卫生家混合了这四种方法 都有,就变成第五种 它又做过枕头,譬如马桶做,它不会冻到下面 它做过枕头,读出墙外面 它又是墙身排水,又是外墙排水 另外它有浴缸和这边有棋缸 它不增高的棋缸,这些排水 这些是做sunking slab,它沉了来的 它又有sunking slab这个做法 即它混合外墙,墙身和墙排水 它都有的 这个都混合的,这些都有 现在有些豪宅都是用这个方法 它是sunking slab和内墙 三种混合在一起,这样排水 现在是sunking slab,现在是建石厨房 这个浴室,它建石是比较这样的 变成结构上它做法是花功夫些 因为高低级,沉板 如果你看到这个钉板就会麻烦些 这个沉了来的 这个就是厨房,剩下的厨房 它做成这样的,低了一层 低了很多,低了一尺多 这个是sunking slab,这个是厨房来的 这个做法就是防水的 整个浴室都是sunking slab,整块沉了来的 香港就是少少的,整个浴室都沉了来的 通常就是沉一沉棋缸,浴缸的地方 可能这个马桶这条盒就 经过墙砍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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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砍 好了,集水井,英文就是sumbit sumbit,深厅或者很多人都知道sumbit 这个是地台去水 地台去水,下面做一个泵箱 一个泵箱里面有一个泵 水流到泵箱里有个感应器 有些电动感应器 这个箱是控制的,河摩打开关 它感应到水位高了 它就开泵,排走水 升盘水一样排入泵箱里,它就泵走 这个就是升盘泵箱 这个比较小一点 这个比较大一点 这个就小一点 可能办公室都会用这些泵箱 在泵箱里面有泵箱 排不到水 有时候根本没有喉管给你排水 有些写字流 我要加泵箱 通常都会用这种泵箱 这些有个灵箱 这些有个灵箱 这些水就落了这个厅 里面有个潜水泵 到时会感应到那些水位高了 它会排走 你看这有两条上来的 这个水后 就是两个泵 一个就是运作,一个就是被泵 即是后避的,到时如果一个泵 烧了就没有泵 去不了水 它有两个泵 你看到这条上去 可能这条上去到天花 上去到天花 走廊博去卫生间 厕所 这个也很普遍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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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沙井封走 这个是basement floor 通常堵石屎这些就是预製的 可能它整个买回来的 有些堵石屎,石屎整个沙井 一个潜水泵,污水泵 如果是那些有车液在那里 它作用打碎的固体 这些物体你帮不到走,一旧一旧 把它打碎了,车液在那里 打碎了,然后碰走 把水泵进来 通常这个深厅滑垂了气候 如果这样做,会很容易 气候在那里缩住,水泵入不到 它这个比较聪明一点,滑条泵滑得很大 变成没有那么容易顶气 通常这些水位是这样一点 有很大空间给你疏气 如果水泵二寸那些,好像塞住 因为这个空间,气有密封 水泵入不到很容易 满水泵入,顶住,顶住 所以通常要气候给它 不是,你要做到喉很大 变成空间大,它可以疏气 一般都有,有些疏气喉 这个是浮气喉 这个是浮气,感应 有水泵水,它又会将浮气高,感应 每天有水泵入,它就升高,开泵 有些用电极,感应 这些坐质泵箱,过来也有些村厂专做这些泵箱 你看这个都明白,譬如一个写字楼 或者一个什么,我想在我写字楼里面 整多一道厕所,那怎样呢? 就买过这些泵箱,污水泵箱,里面有一个污水泵 现在你看到,甚至在大阪房里面做多厕所都可以 做厕所,里面满了,又满了,它就开泵,把它排走,插下去 这样,那你自己在房里面自己加厕所就可以了 这里拨过来,就是拨过去洗手盆那里了 整个私人厕所,买过这些泵箱,一套 买回来的,过来有公司专做这些,不过香港就不走 就是不适合建筑例的,有了很久 所以日本的时候来了很久,几十年前都有的 但一路都不流行,因为它不适合香港的 香港的污水厕所要最少75 三寸的,因为你这么幼的喉就不适合香港的泵 所以不流行的香港,你有时会见到 但它这些都是属于浅建的 污水处理,污水处理香港是很重要的 因为香港你这么地少人多 通常香港的污水排出深海的 以前排出维达利亚港,搞到骚髒 现在就排出深海的 又是排出深海,有些在香港那么多地方 有些不是,个个都要集到排出深海的嘛 沙田有个滤水厂,应该是最大的 香港最大的,整个沙田滤水厂 是吧,进入了污水厂,先进入污水厂 然后它倒入污水厂里面 封了之后,去隔壁,初级隔壁 隔壁之后,它有一个暴气池 暴气池好像这些那样,它就不断搞的 有些细菌,叫做耗氧细菌 它又会将东西分解,所以它一定是用暴气 它需要很多氧细菌,它需要很多氧气 用这些细菌把它分解,将这些髒东西分解 有沉淀,有过滤,有消毒,是吧 出一些比较干净的水,排出海 生化需氧量,刚才讲了暴气 有些细菌,即是细菌需要的氧气 将它,将那些髒东西氧化了 5MgL以下,它需要,越需要少的 代表水越干净,鱼可以生存 5mL per liter,如果需要3Mg氧气 5MgL,新BOD,Biochemical oxygen demand 去分解,即是说这些水很干净,可以饮溶 需要少一点氧气,将它分解 这样解的,不需要认识的 这些都是知道有氧感的,叫生化需氧量 如果生化需氧量越高,即是说水越污租 越低,即是水越干净 我们看到这两个厚,一个山 这个是地底的水厂 它将整个沙连水厂这么大,把它搬进去地底溶洞里面 只剩下地皮,用来建楼,卖地收入 说回现在,大家知道香港冲刺是用咸水的 但有些地方可能远一点,你帮咸水都不到 政府有时,如果用淡水好像很贵 用再做水,经过处理之后 重新变为一些比较干净的水 但它不能喝的,就用来冲刺,代替咸水冲刺 之后省下淡水,香港的淡水是很贵的 另外,中水重溶雨水回收系统 什么叫中水呢?刚才我们讲过有叫2块 system 就是将排泄水和洗澡洗手洗衣的水分开 那些洗澡洗衣洗手洗地的水叫中水 即不算骚髒,很骚髒的 用来处理之后重用,可能用来灌溉洗地 重新用来冲刺,中水重用及雨水回收系统 又是省下淡水的意思 它做这个系统都很浪费的,这些水弄了出来 不过都好过用食水去洗水的意思 简单介绍了一些排水污水的知识 希望大家学到些东西,下次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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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